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哆啦A梦的故事要说有个主线的话 那就是要让大雄跟靖香结婚 但是原本要跟他结婚的是小猪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时候有想到 啊那小猪怎么办 还好作者有再给他配一个男朋友 而且是比大雄更适合他 条件也比大雄更好的一个男生 哇,很不难找耶 条件要比大雄好这件事 但其实他男朋友出场次数并不多 所以应该很多人对这个角色并没有那么熟悉吧 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而我个人觉得 把他刻画最好的一集 就是2001年的副片电影《加油胖虎》 而这一集本身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集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马上来回顾剧情吧 某一天大雄到书店里面 打算购买最新发售的一本漫画 没想到有个人也要买同一本漫画 但因为是最后一本了 两人就互相礼让 最后那个人直接说他去别的书店找 就把漫画给了大雄 而在大雄开心的回家时 突然撞上了正在被小猪追着跑的胖虎 原来他拿了一张小猪的漫画 而在追逐过程中 小猪就撞上刚才那个男生 他手上的漫画也散落一地 于是他马上把地上的纸捡起来 不过他却发现 里面也不是他画的漫画 原来那个男生也有在画漫画 而且他们都觉得对方画得很好 各种互相夸奖 接着画面一转 胖虎这时才发现 已经没有人再追他了 而且晚上回家之后 小猪不但没生气 还一副超开心的样子 觉得不对劲的胖虎 就到他房间询问他 结果看到他在画漫画 而旁边贴着某个人的联络电话 这边才揭露那个男生的名字 叫做冒手慈夫 而且他们打算一起出一本同人志 但胖虎看了一下 就被小猪推出了房门 隔天他就去跟大熊他们商量 因为他很怕小猪是被骗了 希望能够亲眼见见慈夫本人 于是独爱梦给了他一个蚊子套装 只要遇到他想要找的人或东西 他就会发出声响 然而胖虎找了一段时间 就坐在公园里睡着了 好运的是 慈夫还刚好就从他旁边走过 结果这道具就被胖虎当作闹钟来用了 总之这就是慈夫与他大舅子的第一次相遇 而胖虎回家后就表示会支持小猪 显然他对慈夫很满意 哇这家伙是对胖虎一家的魅魔是不是啊 现在胖虎也整个进入支持CP的吃瓜状态啊 接着他在小猪画漫画时 不断的送吃的东西进去 小猪也马上就发现他怪怪的 一问之下就知道他去找慈夫的事情 所以他又害羞又不爽要胖虎别烦他 隔天小猪又遇到帮家里跑腿的慈夫 两人就一边散步一边聊漫画室 后来还坐在慈夫家外面的公园聊了起来 慈夫还送给小猪一只他觉得很好画的笔 而靖香还刚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幕 但为了不打扰他们就默默的离开了 同一时间胖虎又去找多爱梦 说小猪要画古埃及的故事 所以他想要到中古世界埃及去拍照做考证 大雄他们就帮他拍了一堆照片 结果当胖虎回到家时 看到睡在桌上的小猪 而即使在梦中他还在念着慈夫的名字 于是他才真正理解到 小猪是真的很喜欢慈夫 于是他拒绝了他的知心好友们 表示他要帮助小猪追求慈夫 因为小猪太过内向害羞 一定不敢跟慈夫告白 最后这段恋情就会无疾而终 听他这么说 哆啦A梦就拿出了替身麦克风 只要被箭头对着的人 就会讲出拿着麦克风的人讲的话 于是他们就围绕这道具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么在某一天 当慈夫正在画漫画的时候 他的妈妈要他去外面晃晃 但外面冷到不行 他妈妈却一个爆气就是要他出门 不是啊 你那个箭头是怎么指到在室内的人的啊 后来路上的人还都要他去公园 哇靠 从慈夫的角度来看 这简直跟路人唱的一百神术篇一样恐怖啊 而小猪那边则是由静香约他散步 他们就在公园和慈夫相遇 静香立刻表示 哎呀我忘记要上钢琴课了 再见 就跑了 而这时麦克风在最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夫手上 所以小猪不想告白也得告白 但在他告白之后 他马上哭着跑掉了 胖虎见状也跟在后面 不过他这么做 小猪马上就知道这是胖虎搞的鬼 于是他骂说最讨厌胖虎了 就头也不回的跑掉了 路上还有几张漫画掉了出来 而留在原地的大家 刚好捡到被风吹来的漫画 他们马上去告诉胖虎 结果他正在找不知道跑到哪去的小猪 大家只好分头寻找漫画和小猪 身为哥哥的胖虎 很快就猜到心情难过的妹妹会躲在什么地方 不过现在的小猪自暴自弃到 也不管他的漫画被风吹走这件事 于是胖虎表示会帮他把飞走的漫画捡回来 要他先回家等他 而他下山之后 大家已经各自捡了好几张 虽然他整理后发现少了三张 但他却说已经急起了 要大家先回家 剩下的他打算自己去找 然而这个时候 天上却开始下雪了 很快的 大地上就铺满了棉被一样的白雪 代表他要找到漫画的难度上升了好几倍 途中他还差点撞到大雄的爸爸 爸爸回家后告诉大雄他们 他们两个马上就理解到 一定是还有漫画没找到 于是他们飞快的找到胖虎 可是看到他就算冷到发抖 就算被车子见到满身是你也不放弃 哆啦梦就决定把蚊子装交给他 而不是直接用道具帮他找到 因为同样身为哥哥的他 完全可以理解他身为哥哥的自尊 于是胖虎靠着这道具找到了一张 但他这个时候早就又冷又饿 这时他想到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小时候小猪会被同学欺负 胖虎也会出手保护他 而某天胖虎被妈妈骂 并且被关在仓库里面 小猪还偷偷带了饭团给他 但因为藏在衣服里都被压扁了 胖虎却为此非常的感动 就在他回想了这个回忆的时候 耳边居然传来了小猪的声音 原来小猪注意到外面在下雪 而且看到胖虎帮他拍的埃及的照片 让他注意到胖虎为了他有多么的努力 所以他也跑到外面来找胖虎了 而且就如同胖虎找了漫画找了很久一样 只要看到小猪脚上了伤 就能知道他也找了胖虎很久 他声泪俱下 说漫画他再画就好了 要胖虎不要再找了 胖虎看到他脚上了伤也就答应了他 这点来讲这对兄妹还真相 一个不管自己找漫画找到双手动伤 一个不管自己的脚跑到受伤 两个人都是为了对方 于是胖虎就背着小猪回家了 隔天 池夫找小猪出去 小猪一看到他就对他道歉 表示他画的漫画太无聊了 所以没办法和他一起画同人质 还把笔交还给池夫 然而池夫却拿出了他不见的漫画 表示虽然他只看了这两页 但光是这两页就蛮有趣的了 并表示希望能和小猪继续画漫画 这时在后面偷看的胖虎 哭着走出来一直说着太好了 而这次的和好计划 是大雄在胖虎回家之后想出来的 是一个和告白计划不一样的好计划 那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啦 另外提一下 在片尾曲后面有一个2015的日历 还能看到小猪手上的结婚戒指 暗示着他未来和池夫结婚了 好啦 那么到这边就讲完这部电影啦 这是一个以胖虎为主角 以感动的兄妹情角度 来讲述小猪的爱情故事 虽然老实说 池夫的戏份不算太多 但我个人觉得 这已经是《独爱梦》的动画里面 把池夫刻画的最好的一集了 首先是他一开始和大雄的相遇 在剧中大概只有短短20秒 但这20秒互动就已经说明了 为什么小猪以前会和大雄结婚 大雄和池夫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这两件事 首先你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人都是愿意 理让其他人买原本自己要买的漫画 他们都是愿意把别人 放在自己前面的好人 必须要说 这部的导演《杜边部》 真的对于大雄的特质和温柔 理解得非常透彻 这件事在大雄出生的那一天 和大雄的结婚前夜也看得出来 而池夫除了这份善良以外 还会画漫画 基本上是完全的大雄上位版 看来《独爱梦》 不只给大雄带来更好的未来 还连他原本的老婆的未来 一起改善了 但话又说回来 冒手池夫在《独爱梦》之中的戏份 真的不多 像这部电影也是改编自 他少数有登场的篇章 《哭泣的小猪和小猪的漫画新作》 而在里面他的设定是超受女生欢迎的 原本他们用替身麦克风 把他叫出来的时候 路上有一堆女生挡着他 是大雄他们用替身麦克风 好不容易才把这些女生赶走了 实际上他的名字 日文念作《莫特莫特》 而莫特莫特在日文就是受欢迎的意思 所以他很受欢迎 算是他的原厂设定才对 另外原作中他和小猪是不认识的 是小猪单方面知道他并单恋他 胖虎也是好不容易问出来这件事的 而且他告诉《独爱梦》他们时 他们还很失礼地笑了出来 我跟你们讲漫画里《独爱梦》真的笑得超失礼 不是这笑容也太嘲讽了吧 后来也是他们用替身麦克风 让小猪跟池夫搭话 结果讲得一塌糊涂 小猪一样哭着跑掉了 虽然《独爱梦》骂大雄讲话没技巧 但有技巧的小夫也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了 后来是因为池夫剪到小猪的画册 看到里面的漫画觉得画得很好 两人才开始互相认识的 后来在《大山版》原创回 让小猪休息中 他也有登场跟小猪一起划船 这边同场家印 在这集中模仿天马的《独爱梦》 天马 说真的这段我看了十几次了 另外在1999年的原创回《小猪的情人节》 直接给池夫来了个大振行 哇靠老哥你谁啊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改动 还好在这部电影 还有后来的《水天版》 也都没有改他的长相 算是蛮令人开心的事情 好啦 那么这次的《茂本池夫》介绍影片 外加加油胖虎回顾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按个订阅 那我们以继续再见啦 拜拜